英國軍情陸署外國間諜部門負責人查理德摩爾 在星期三、7月19日罕見的公開演講中 邀請甚懷不滿的俄羅斯人和英國情報部門分享他們的秘密 他說:「我邀請他們與我們攜手合作 就像其他人在過去18個月內所做的一樣 我們的大門永遠躺開,我們將以謹慎和專業的態度 處理他們提出的幫助,確保他們秘密的安全。」 摩爾表示,由於他所說的俄羅斯總統普京政府的不可避免的衰敗 俄羅斯人可能會被迫與軍情陸署合作 他說:「華加納雇傭兵組織6月份的半變就表明了這一點。」 摩爾表示,這個表明普京面臨壓力 並且稱華加納領導人葉夫根尼普雷哥任 完全是普京創造的,但仍然背叛他 並引用了他對俄羅斯領導層的批評。 他還表示,如果俄羅斯僱傭兵能半邊反對自己的政府 他們可能會在非洲國家做同樣的事情。 他們被派往21世紀版本的浮士德條約 並補充說俄羅斯對非洲國家的和平與穩定無興趣。